通常是用這一隻啦 可是我猜你們抽屜裡面好像沒有 有嗎? 有!我以為是牛排啊 有!都有! 有!剛剛有猜到 真的喔?我好像有這隻 沒有人再來跟我來 其實每一種東西都可以 每一種東西都可以 每一種東西都可以 有的會用棕子 就看棕子 我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我用這個 我就用棕子喔 手太短KK 然後我用這一隻的話 我是習慣用獅子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自己的手法 巧克力假設在這裡 我會 他不是斜斜的嗎? 我會用斜斜的在我的手這邊 跟著我的手一起 我會留大概半個小 半個指節 手指頭的半個指節 在外面幹嘛 壓巧克力用 壓不是 碰而已 就是要壓巧克力 然後這個也要 推巧克力 這個45步腳 這隻在前面壓 兩隻一起往前衝的時候 請不要忘記這個要壓好壓滿 你知道齁 因為很多人都會忘記就鬆開了齁 那你就會想說奇怪 我的球業為什麼一直騎不來 因為你這隻沒有壓好 你這隻沒有壓好 所以 就那麼簡單我講 45度腳K的壓好 這隻壓好要衝出去就好了 結束了 我說真的 當你是順遂的時候 就是很順 好 那有一個地方齁 巧克力的厚薄度齁 巧克力的厚薄度齁 巧克力在做的時候 最基本的就是這一隻 要保持乾淨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做巧克力是用油型抹刀 油型抹刀請不要 它上面會沾巧克力會像這樣 會用 會像這樣對不對 好 請不要這樣用 好 因為你的你會凹它 我們要讓它確保它是OK的齁 放在桌角 把它刮掉 好拜託齁不要這樣壓齁 如果是你家的我無所謂啦 你想怎麼凹它是怎麼凹它 好 只是因為這裡這個是可能 才要流傳個30年之類的 麻煩的 你還要再繳30年 我沒有沒有 我在繳30年 後面的小側掌子要我最好害怕 六斜 好 所以這邊要把它清乾淨 然後盡量把所有你要用的學系 都拷乾淨 好 好 然後 還有就是我們在 在打巧克力的時候呢 盡量是同一個方向 然後動作不要太粗 我們沒有在打蛋齁 我們不希望巧克力裡面 產生太多的氣泡空氣在裡面齁 空氣會造成 雖然沒那麼嚴重 但是還是會有 就是水跟空氣 盡量不要打到巧克力裡面去 好 用三隻或四隻齁 我覺得小子比較短齁 所以我都用三隻手 看太快硬了吧 同學我會在大概是這個狀態 我就會停手齁 這邊太硬了齁 然後 等他 等他我不習慣去刮齁 通常就是如果你下去 譬如說這裡 你下去的時候 你還會有一點點那個 會黏住的話 就表示他還不行 那你們要怎麼試他可不可以用齁 譬如說這一塊 就用我說的那個方法 用小範圍的去把它試一次 如果他尻得起來 就表示他可能可以用 但是請注意齁 通常正中間這一塊會最慢好 旁邊兩塊跟這邊會是最快好的 好那如果你們要講求精細一點的話 就是你要先把多餘的邊 殘掉齁 通常我們會把它 殘成我們要的位置齁 就像現在這一塊就 同學你看喔 像這一塊就太硬 好我做一次點 你們看 他會 如果太硬的話 巧克力會碎掉 然後他會產生這樣子的細膜 知道嗎 像這樣子 巧克力是在溫度是OK的 好 可是如果 如果 是太冷的話 他會這樣子 他還是可以做起來 可是他在 在做的時候 他很容易變成 碎裂的 好 那就是你的巧克力太硬 好 好就是這樣下去 然後推 好然後 就太硬了 好 我的巧克力真的太硬 但是 他基本上做起來 要是長這樣 好 是太硬 巧克力太硬 對 不是 是他們 光圍光深對 呵呵呵 就是對 然後太硬就會長這樣 對 好 所以如果 你們在做的時候 好 有看懂 雖然他太硬 可是 手法就是一樣 知道嗎 手法齁 這邊按著 壓好 沖出去就對了 好不好 如果你沖出去發現 是一片爛爛的東西 就表示他太軟 好 我先做手法給大家看 阿阿 阿 就回家採檢一下 我老師 才會做出來 好 阿如果你們要做這種 刺刺的 是醬過 就乾一點的 沒有 沒有 不是 要刺刺的話 等一下我先 還 對對對 刺刺的話 是要做 你要先做這個 我把前面弄阿如露 你把前面先做出他的 可是我現在應該 沒辦法成功了 因為我現在真的太硬 這個弄好之後 就把它吃出去 然後他就會刺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我而已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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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查了 我們先不要浪費時間 你們先去試一遍就知道 好 好